来看到原来今天中国时报头版新闻报道的 蔡英文已经邀苏贞昌来搭档 要选2012年的总统了 那么现在蔡英文是已经亲自的向苏贞昌提出的邀请 而且是在顾全大局的思考之下 苏贞昌也当面表达他愿意考虑 但由于苏贞昌在党内总统初选的时候 他就曾经说过他不接副手的话 因此最终决定为何 一切就等苏贞昌本人来点头 针对了这项重大的讯则 蔡英文进选办公室虽然不厌证实 但还是一有所指的说 双方谈了什么事情不知道 只能说蔡英文的确是已经跟当事人碰过面了